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还有后辈追上来 那么王心灵真的比郑秀妍差吗 只要有郑秀妍的唱演舞台 粉丝绝对是傍晚的 门票更是一张比一张高 而名声逼得可怜的王心灵拍演唱 都无人问津 这就是郑秀妍与王心灵的差距吧 但王心灵从不会认输 能踏出舒适圈参加几个的选秀 就想着再度翻红 但只要对上郑秀妍 王心灵都会输 但郑秀妍为了在内里发展 社交平台的认证都修摆了 为此王心灵并不想与郑秀妍成为对手 再次攻两联手的梦不论雨林 乍翻全场 注意台下宁静嘴都裂到耳后的表情 简直太逗了 对此郑秀妍与王心灵谁跟讨人喜欢 欢迎留言评论